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大片也是吗? 我也是 如果要挖番薯, 首先先去上边的 那些藤 这些鱼鱼 番薯藤有用吗? 可以 也可以, 喂猪也可以 猪也可以 你吃吧, 就是 太大了 哇,很漂亮 哇,很漂亮 很漂亮,紫红色 怎麼看它漂亮不漂亮 我們大概控制住它們 控制是這樣的 沒有放過農藥 不放農藥,是不放農藥 這個品種叫什麼? 一點紅 但它整條都是紅的 一點紅在哪裡? 一點紅在心裡 哇 就是這樣吧,師傅 哈哈 哈哈 原來是中間的深深的位置 是一點紅 一天到就很香 這個感覺 農場主 這是一點紅,但我看到裡面有些 白白地色 就是所謂的澱粉 是糖分 它會滲出來 這是甜的地方 對,這些都是糖 這種感覺如何呢? 叫做鮮活 當你一拔開它的時候 它慢慢有白色的糖分 慢慢滲出來 這個品種我真的有興趣 去試一試 應該都是碳水來的 當然啦 你之前有沒有吃過一點紅? 沒有吃過一點紅 所以在我的碳水食譜當中 可以保存 阿姨,你在這裡種番薯 種了幾年? 種了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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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 七、八歲都種番薯 都吃番薯 你七、八歲就大了 吃番薯 吃番薯湯 煲匙 是否叫你回去吃番薯 你先聽你的電話 哈哈 那這個品種是何時可以種的? 這個其實很多年前已經有了 只是之前 番薯的分類沒有那麼多 只是以番薯一個 沒錯 這個是我們真誠的十大特產之一 就是番薯還是一點紅? 一點紅番薯 一點紅番薯就是真誠的十大特產之一 沒錯 其中慈菜心也是一種 沒錯,慈菜心也是 首先它成為特產的 一個要有品上好 而且又好吃 比較特別 好像你們剛才已經看到很多 這個中間是有點紫心的 是非常之特別的 好像其他番薯 你通常會見到 裡面是同一顏色的 特別甜一點 那個紫心 而且是特別好吃 當然它有紫心的 有幾隻番薯 但是這隻番薯 在那幾隻裡面 都算是比較好吃 這個番薯大概 要佔八成左右 當然還有很多 例如其他番薯都有種 但是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品種 其實你生吃也可以 我做一條給你試 生吃番薯 沒錯 可以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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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番薯很脆 沒錯 這個生吃就可以了 好像匹蘿蔔一樣 你嘗嘗 就這樣可以了 對 它真的有紅心 就這樣可以了 對 是 很粉 對 好像和 吃雪梨差不多 有些 吃蘋果 吃雪梨 但是吃粉粉的蘋果 和雪梨 它是不夾的 對 你咬下去它是脆的 但一咬下去它會散 周圍散 我只可以這樣形容它這個 很脆 但它現在不算是很甜 很甜的樣子 熟了之後才會很甜 因為花薯要放的 最好吃的時候 是滑出來要放一段時間 可以當新鮮死果吃 試過肥 嚇死我嗎 是年前 可以 我們試的是有機肥 放心 不是你想的 那些已經是滑的 它不會直接出到花樹 滑到了 哇 你這麼漂亮 我會把一條 這些沙泥地 沙泥地 沙泥地 有什麼沙泥地 沙泥地 沙泥地 帶沙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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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出來的分樹都帶沙泥地 其實我每一下下草 你會感覺到 它跟實的泥地 完全不一樣 它是比較鬆散一點點 就是你輕輕用一點力 就可以把它整個 整個做起來 在這些情況之下 對於番薯的生長 當地人就說 很棒 就是要這些泥 阿叔 我們這一點紅 吃下去會不會肯定 沒事的 這些蛋是軟性的 軟性的 軟性的 每一個一個一個 一起煮 一起煮 還好 還好 沙泥地 吃番薯最好 青藏肥 對嗎 可以減肥 抗爛 加上番薯 阿叔你不用減肥 都要減肥 不能減肥 導演需要減肥嗎 都要減肥 啊 他也要 他也要 減肥 師傅也要減肥 減肥人好 他也要減肥 對 他也要減肥 這樣叫我師傅 哈哈 哇 不輕的 80斤一箱 這裡 並不是一個灰番薯的現場 這裡是剛才有一顆隕石 不知道什麼 柯爾泊帶飛下來的流星 我們在這裡見證 我們在這裡見證 讓他更開心 乾柴烈火 我順便會去蒐番薯 各位 有了 當然要蒐 來 蒐 好 來吧 這片泥就慢慢有熱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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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新鮮骨耳辣 可以吃 洗洗就可以吃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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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 很漂亮 你看看 皮很薄 皮很薄 表面有一點紫色 裡面就是曲奇的顏色 嗯 嗯 這個是嫩 嗯 這個新鮮滑出來也很甜 很甜 甜 嫩 它的纖維感其實不算很足 不算强 不算弱 一斤 不算那些 不算 比較滑 剛才師傅說會不會噎喉 不會 不會噎喉 我們這些 又不會抹喉 又不會噎喉 不錯 還有一些水分 是的 水分是粥的 我們剛剛滑出來烤的 嗯 放幾天的話可能會更甜 對 會更甜 但水分會少一點 但它的香味是淡淡的清香 我真的沒有渣 我想找一條筋出來也沒有 它會清香一點 其實它並不算很濃 它的特色 我想說它的特色就是嫩 不要渣 做一下 沖沖 它 好酥 好吃嗎 甜嗎 好甜 好吃 這些番薯很好吃 它真的比較滑 剛才師傅說不肯頸 師傅說不肯頸 不肯頸 不肯頸就是滑 魚湯 炸魚湯 炸魚湯 発魚湯 放肩羊 也要更加濃 對嗎 這番薯吃多了會不會放屁 會不會放屁 放屁比較好 消化力強 放屁比較好 消化力強 äsident 對啊 真的對了 拜拜 拜拜 各位, 辛苦了大半天 終於知道 增盛的蕃薯的特色和特性 和味道 生吃過, 熟食又吃過 我們也說過的特色 的確是不錯的 增盛的十大特產 希望你們都可以擁有 如何買呢? 在我們推文的下方 買買買, 入我們的商城 又或者在淘寶搜索品城的 恩選, 就可以看到 增盛的一點紅番薯 帶他回家